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多用户在买呼吸机之前 特别关心售后服务 售后服务里面有很多人也会问 有没有什么消毒杀菌啊这类东西的 其实这个事情我跟大家说一下 说一下我的观点 因为我们也是卖呼吸机的 今年的话是做了有八年时间了 其实售后服务归纳到一句话就是 找到人解决问题 消毒杀菌这个东西听起来挺高大上挺好的 也挺踏实挺放心的 但是这个地方呢 跟大家说一个事实吧 在2016年左右 在美国有一种专门的呼吸机消毒器 我还买了一个大概两千来块钱吧 我买了一个就放在办公室里面 后来在2020年的2月份 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发了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的大致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臭氧消毒跟紫外线消毒 可能对机器有一定影响 可能会导致一定的咳嗽啊 这些问题的 我把这个图啊 我截到这个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他又声明 我们FDA从来没有批准认证过这种 针对呼吸机的消毒杀菌的设备 这个声明一旦发出来之后呢 这家搞这个呼吸机消毒设备的这个公司啊 把他整个网站 整个宣传全部改了 把所有带有CPAP字样的文字 全部删除了 那个产品还有 现在都第三代了 我买的那个呢 是第二代 现在是第三代 但是他里面 自始至终没有提到 呼吸机 就是CPAP这四个字的文字了 它变成Sleep Equipment 叫做睡眠设备 这个呢 可以理解为 他搞了一个免责 就是说你愿意买 你买 但是产生后续问题 跟我是没有关系的 厂家做了个规避 这个地方呢 FDA就说了 呼吸机的清洗消毒 你严格按照厂家的说明去做 那厂家的说明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翻开厂家的说明书来去看 很多厂家的说明书里面提到了 要用清水或者中性的肥皂水清洗 面罩管路 石化器 这个就是美国那边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后来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 也没怎么提这个臭氧消毒这个事情了 因为这个臭氧消毒这个事情有点说不明白 所以说呢 也建议大家不要纠结这个消毒杀菌了 你还不如说是日常要做好面罩的清洗 石化器的清洗跟管路的清洗 这三个地方的清洗 还有一个就是过滤棉的更换 再说一个事情 大概在三四年前吧 我们有些同行对外宣称可以做深度保养 对呼吸机深度保养 所谓深度保养是个什么意思呢 把机器整个拆开来 里面的灰尘打扫打扫 听上去很好听 深度保养 那这个地方呢 我也说下我的观点啊 我的观点是意义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呼吸机啊 它其实集成度特别的高 你把它拆开来之后 就这个线路板带一个屏幕 然后还有一个电机 电机这个东西是拆不开的 拆开就报废了 然后线路板上的灰尘 其实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的多 没有太大意义 那你还不如说是 你经常的更换过滤棉吧 我为什么不断的强调 这个过滤棉的重要性 因为过滤棉这个地方 是跟外界有接触的 空气经过它过滤之后 进入涡轮增压发出来 吹出来 如果这个地方脏了之后 对电机的寿命是有影响的 很重要 这个小玩意儿很重要 但是很多人没有引起重视它 那这个售后服务 我们搞了八年 这个这摊子 呼吸机这摊子 那售后服务其实主要是干嘛呢 其实主要干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买了呼吸机 使用过程中遇到了问题 戴的不舒服 碰到了疑惑 这个面罩为什么漏气呢 为什么我晚上就给摘了面罩呢 为什么我又打呼噜呢 你买了呼吸机 你肯定会碰到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需要一个很好的解答 专业的去解答 说清楚它 为什么 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个叫售后服务 包括还有一个读取数据 呼吸机里面有数据卡呀 你用了一段时间 月老板月哥 我带的好不好 帮我看个数据吧 OK 因为数据分析 在美国也是一个重要的服务内容 甚至在十多年前都没有4G 5G 那会还是2.25G的数据情况下 很多美国的呼吸机 甚至就有无线模块了 大家看图片上这个菲利普的 这个模块就可以给这个服务商发数据 因为美国那个地方是地大 人 地广人稀啊 所以这个数据分析是很重要的 这也是我们日常那个重要的工作 一旦我们拿到用户的机器 肯定要给他读个数据 看一下这个用户到底带的怎么样 有没有漏气很多 有没有参数需要微调呢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售后服务 那个最重要的地方 那生活服务里面还有一个呢 就是什么个情况呢 你的机器坏了 虽然说我们卖的机器本身质量还行 但是质量再好的机器 它也有可能会坏啊 你宝内 你搬是两年质宝或三年质宝 宝内我们给你安排联系厂家 去维修到底是什么问题 然后给你提供备用机器 如果出了保维修也可以找厂家 也可以找第三方的维修公司 我们其实这个叫做真正的售后服务 就是说首先得找到人 其实能解决问题 归纳起来其实就这一句话 找到人解决问题 这个其实很重要 至于说臭氧消毒这个事情呢 我的看法是 市面上现在仍然有卖这类产品 你可以自己去买一个 如果你想用不放心 你觉得很想消毒杀菌 你用完之后你多量一量 让这个臭氧完全散发掉 挥发掉 应该也是可以的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日常清洗的工作 还有过滤棉的更换 有任何问题找商家 使用过程中任何问题都要去找商家 因为你买呼吸机的价格里面 其实包含了售后服务的费用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呼吸机匠人月格 谢谢